如果我們再來 華航技術和豐陽理館 君主感染 目前有二十八人去圍到 其中在六佛鐵飯店 到底是誰館的 現在中央跟店舖 好想在推薦這次 這位官 臺市長今天在立法院 表示 當時六佛鐵飯店 申請幾館做豐陽理館 那一館是民航局委 做航空基礎人員的基加減力所 有正義的所在 會不會開花理清 臺市長也講到說 這部疫情要觀察到五月中 才知道疫情有更多 導致開會 但市長表示 當初諾富島飯店 申請幾罐做鳳雁如館 一罐由民航空指定 幾月一個老闆 做各種航空技術館的國家 檢驗中所 這也正是現在正規的所在 同市政府可能 政府一貫不是它的環境 雖然法規都到了 不過這平常可能有勞動 所以會保護開會調查清楚 在這次的軍事事件當中 包含一千空91例 去清清市四百人活動 一千一百五十三例 早上去酒吧 都是在主助健康管理儀館 去冷靜的所在 外界的這期技術館 檢驗體所未進前五天 降作三天 可能或是這部疫情 不能收席 主要原因 如果要靠這個入境隔離這個方式 來阻擋病毒進入社區 你的隔離的時間 十四天是比較保險的 隔離檢疫的時間縮短的話 那事後的那個自主健康管理 就是要落實 必須要有一個配套 觀察期縮短 其實是有一個難易的風險 但是中強調四月 到清空莫富特 刷到極重檢驗所 跟社區切割 已經過七天 也就是第一的觀察期 雖然發現 安心的故事 不過在社區來疫情 並沒有打開的現象 不過政體 也要觀察到五月中 這樣較前對社區的影響聽到 另外法航紀組官 青年紀委的進度 目前已經有粗暴共識 要再做進一步的討論 記者綜合報道